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 泰国一些寺院法规的情形也是有的 大多数是源自于古早时期 华人到泰国的时候把这个信仰的习俗带到了泰国 所以有一些人呢 他会用华规的方式来询问 但虔诚的佛教徒都知道 在佛教里如果有向诸佛众神来祈求或许愿的话 都是以做好事 存好心 说好话来赚功德 让自己有福报可以获得你想要的愿望成功 宝规而言的佛教里甚至用在佛牌上 这么多年来 我们在泰国是没有看过的 另外 灵白的话 它是源自于西方信仰文化 透过灵白的转动来判定你跟神佛灵之间的沟通 但是如果回到佛教的本质上 是没有灵白这样的事情 因为佛教的思想中心呢 就是在于实事的求证 一旦你认真的去找寻到问题的根源之后 你就会开始寻找方法将这个问题给解决 就是说把佛法变成一种信仰跟一种仪式 要运用佛法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你要改善你自己的心 就是慢慢你要去了解别人的痛 这 这是佛教处理事情的方法 然而 当你有所求 有所愿的时候 我们都是直接向佛啊 神啊 灵啊 来做祈求 倒也不是要透过灵白或是把揮来问可不可以 因为当你真心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所有全世界的力量 它就会跟着你的心念力来帮助你 如果你跟这件事情是有缘的 如果你跟这些神佛是相应的 那么这件事情的成功机会就会很高 你也不需要透过宝贝或是灵白来寻求这个答案 因为答案在于你是不是真实的付诸行动 而不是去问神佛愿不愿意给你这个机会 当然如果你要透过宝贝跟灵白给自己 过得一种心灵的慰藉 我相信当它确定了可以了 那你就又有更十足的冲劲力 可以往你的目标去前进 你说 是不是啊 让你的心平静下 自己需要一种内心的一种世界 是充满了就美丽充满了一种希望 所以你要为未来打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